室內空氣的污染主要是來自於家具、油漆、黏著劑、地毯、窗簾等等新的這些物品 那這些東西呢都是主要我們稱之為揮發性有機物質VOC 會導致室內空氣比大氣的濃度還高 短期接觸會刺激眼睛、呼吸道系統 長期只會影響腎臟、肝臟的健康 導致癌症或是生育障礙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二氧化碳這個部分 二氧化碳通常在室內如果人口過多、通風不佳的地方 它的濃度通常會過高,跑到一兩千ppm 那就會導致你會有昏睡的狀況 那如果我們擺放這些室內植物 除了可以除去VOC 也可以除去二氧化碳濃度過高的問題 有機會發露VOC 會透過植物的氣孔、皮孔、角磁層 進入植物體內 會轉換成三個物質 有基酸、氨基酸跟糖類 被植物給應用和吸收 除去VOC的效果上呢 如果今天在植物的許可情況下 你光線越充足 它的除去VOC的效能越好 今天在國外呢都做了非常多的調查 去分別在密閉的空間下 去測的植物在吸收本 二甲本、三氯錫、甲醛的有機匯發物 它們在被植物應用吸收上的能力 種了以上的排名呢 我們去推薦了一些植物給大家 那這些植物呢 比較容易在花式買到 在栽培館上也比較容易 第一個是代粉葉 這兩盒呢是代粉葉 第一個是白玉代粉葉 這叫花葉代粉葉 那這些代粉葉呢 其實在栽培上非常容易 那光線呢 每天也只需要短時間的光照 那都也還不錯 很好照顧管理 那再來呢 但是它有毒 曾經我在家裡跟弟弟去繁殖代粉葉 然後忽略到它的植物有毒 卻弄到全手癢了一個晚上 這是過去的經驗 那要小心代粉葉的植物是有毒 平常直接摸它的葉子是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已經有折受傷 或者是有去撿到它 那就要注意它的植物 是有毒性 第二個部分呢 是竹膠 竹膠也叫做五彩千年木 那這個東西呢 在居家栽種不是很容易 所以我推薦大家放在陽台 因為它對 它對於光線需求比較強 或者是在採光非常明亮的空間下 也不知道我是推薦 幫它很容易塗長 好 第三個是白鶴玉 這也是天然星科家族的植物 那它呢 栽培非常容易 它其實在光線的需求下要求也不高 那對土壤呢等等的都不高 所以它是非常好種的植物 那這個 這是它的花 那這是它的葉片 OK 這是白鶴玉 再來 是這個 這是黃鞭虎尾蘭 這個虎尾蘭也是幾乎死不了 你只要不要澆水澆太多 讓它爛掉 其實通常都沒有問題 所以在室內的空間 如果是辦公室居家環境 建議大家用手指頭去摸 那確定土乾了再澆水 那這也是非常容易的植物 它也可以用夜叉繁殖 是可以很快的大量繁殖 可以在家裡玩玩看 那再來是 除去有機會發露效果很好的 這個 這是波斯頓聖絕 它是有墜化的葉片 就是正常來講 聖絕它都是一毀魚狀覆葉 但它這件事又有在分裂 所以它葉子看起來比較細緻 但也容易看起來像這樣亂亂的 所以需要整理 那我們推薦這些植物給大家 它是非常適合在室內擺放 家裡剛裝潢啊 或者是有做一些油漆等等的動作的時候 多擺放一些植物 讓你的健康更沒有疑慮 那這部分就是空氣淨化 除去VOC的相關植物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還一定一月追蹤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互動 掰掰 下次見